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其独特的情感脉络和角色互动 引发了粉丝们的热烈期待 本文将为您深度剖析这场浪漫追逐战 揭示着对荧幕CP背后的甜蜜故事 以及他们在影视作品中的精彩碰撞 谭松韵与徐凯 两位在各自领域都拥有极高人气的演员 此次联手演绎他淘汰追的爱情篇章 无疑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盛宴 谭松韵以其招牌式的甜美笑容 和灵动演技 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角色 而徐凯凭借俊朗外形与扎实演技 成功塑造了众多深情款款的荧幕形象 两人的合作 犹如唐与蜜的交融 甜而不腻 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他们之间 独特的化学反应 在剧中 谭松韵饰演的角色 仿佛一只机敏的小鹿 时而轻盈跃动 时而静谧沉思 她的每一次逃脱都牵动着徐凯 试验角色的心弦 徐凯则如同坚定的猎手 目光如炬 步伐稳健 面对心爱之人的逃离 她以无尽的耐心与执着 展开了一场深情的追逐 这种他逃他追的设定 既富有戏剧张力 又饱含深深的情感纠葛 让人不禁对他们的感情走向充满好奇 剧集的故事设定 巧妙地将她逃他追的游戏规则 融入到角色的生活与情感之中 谭松韵饰演的角色 并非简单地逃避爱情 而是出于某种复杂的原因 不得不选择远离 或许是过往的经历 让她对爱情有所保留 或许是现实的压力 让她选择暂时抽身 每一次的逃离 都伴随着角色内心的挣扎与抉择 使得谭松韵的表演层次丰富 情感饱满 而许凯饰演的角色 面对心爱之人的逃离 并未选择放弃 反而展现出无比的坚韧与毅力 她的追 不仅仅是物理距离上的接近 更是心灵层面的理解与包容 她通过一次次的接触与沟通 试图揭开她内心的秘密 抚平她的伤痕 给予她安全感 这种深情的追 不仅展现了男性角色的责任感与担当 也凸显出爱情中理解与尊重的重要性 谭松韵与徐凯在剧中的默契配合 不仅仅停留在剧本设定与演技呈现上 更延伸到了戏外的互动之中 两人在宣传活动 采访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互动 无不透露出一种自然流露的亲近感与默契度 她们时常互相调侃 分享拍摄趣事 甚至在镜头前大方展现对彼此角色的理解与欣赏 这种真实而真挚的互动 无疑为她们在粉丝心中的CP形象加分不少 此外 剧组还适时放出幕后花絮 角色特辑等物料 进一步揭示了谭松韵与徐凯在拍摄过程中如何磨合角色 培养默契的过程 她们在排练对手戏时的专注神情 讨论剧本时的认真态度 以及私下相处时的轻松氛围 都让观众感受到 这对CP不仅仅是荧幕上的甜蜜搭档 更是生活中的好朋友 这种深度的情感连接 无疑为她淘汰追的剧情 增添了更多可信度与吸引力 随着剧集的热播 她淘汰追的桥段 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热议 观众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 发表自己的看法 有人被谭松韵的机制可爱所吸引 有人为徐凯的深情执着点赞 还有人热衷于分析剧情走向 预测两人最终能否跨越障碍 走到一起 更有甚者 开始自发创作同人文 绘制同人图 以此表达对这对CP的喜爱之情 同时 该剧还引发了 关于现代爱情观的深入探讨 有人认为 她淘汰追揭示了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 人们对于真爱的坚守与追求 有人则从女性视角出发 解读谭松韵角色的逃离是对自我保护 与独立自主的体现 徐凯的追则是对理解和尊重女性选择的正面示范 无论何种解读 都反映出她淘汰追这一主题 在观众心中激起的广泛共鸣 谭松韵与徐凯在她淘汰追中的精彩演绎 无疑为他们的演绎生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们的合作不仅打造了一对备受喜爱的荧幕CP 更为观众呈现了一段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 未来我们期待他们在各自的演绎道路上继续发光发热 也期待他们有机会再次携手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荧幕惊喜 总的来说 《他淘他追》不仅是一部描绘爱情追逐的游戏之作 更是一部深度探讨现代人情感世界的作品 谭松韵与徐凯的默契配合 成功塑造了一对让人难以忘怀的荧幕情侣 他们的故事将继续在观众心中回荡 成为这个夏天最甜蜜的记忆 截至目前 徐凯已经手握演喜攻略 招摇 《你微笑时很美》 《千古绝尘》 《乐游园》 《陈欢记》等多部爆款剧集 其口碑热度 抗拒能力 都完全秒杀一大批高人气小生 今年 徐凯更是凭借着自身精湛的演技 为《你比星光美丽》这部作品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话题和看点 令无数观众大饱眼福 尤其是徐凯所塑造的清爽失霸总形象 再加上谭松韵跟徐凯又自带超强CP感 更是赋予了剧中角色有趣的灵魂 给广大观众带来了愉悦的追剧体验 久而久之 两人便拥有了甜蜜的CP名 那就是心动不言 不得不说 徐凯跟甜妹的适配度很高 无论是跟杨子合作的陈欢记 还是跟谭松韵合作的《你比星光美丽》 都取得了不错的反响 近期 徐凯更是凭借着《你比星光美丽》这部作品的精彩演绎 迎赖了更多的优质线偶资源 其中 有一部名为《物理青》的线偶剧 已经开始接触徐凯 至于物理青的女主人选 此前 剧方就有意敲定谭松韵担任该剧女主 一旦两人当期合适 就会迎赖二大都市剧的愉悦模式 徐凯 谭松韵二大都市剧 陈瑶 乔振与加盟 物理青提上日程 从剧情设置来看 物理青这部作品主要讲述的是 清冷孤傲陶医师和反差萌科技新贵之间的 甜蜜爱情故事 如此有趣的角色人设 肯定会无限放大演员的个人魅力 此前 内娱线偶剧很少涉及女陶医师这个职业 相信以谭松韵独特的个人魅力 肯定会赋予剧中角色有趣的灵魂 再加上谭松韵顶着一张甜美脸 在物理青这部作品中 大胆挑战清冷孤傲的女主形象 肯定会刷新广大观众对她的认知 至于男主徐凯 将化身接地气的科技新贵形象 更是令人眼前一亮 此前 徐凯的荧幕形象 几乎都是外冷内热 腹黑深情的霸道总裁形象 这次 他在物理青这部作品中 大胆挑战反差萌科技新贵形象 肯定会大大拓宽自己的表演空间 在物理青这部作品中 男主复杂又讨喜 既有洒脱随性的老板形象 又有儒雅睿智的打工人形象 更有呆萌可爱的男友形象 相信以徐凯的演技 肯定会完美诠释出 剧中角色的反差感和幽默感 除此之外 物理青这部作品还邀请到了 陈瑶、乔振宇这两位剧抛脸演员 近两年 陈瑶、乔振宇这两位实力派演员 都凭借着各自精湛的演技 成功站稳了都市剧赛道 一个凭借着玫瑰的故事中的 白小河一角 火遍大江南北 一个凭借着小日子中的汪凌霄一角 备受观众喜爱 今年 两人强强联手 肯定会为物理青这部作品 带来全新的看点 目前 物理青这部作品已经成功备案 即将在今年迎来开机一事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